以袁绍为盟主的反董卓联盟军 战胜了董卓军 联盟解散后 诸侯各自返回了属地 另一方面 逃往长安的董卓 遭到吕布背叛 丢掉了姓名 在天下混乱不堪之时 各地群雄纷纷开始了行动 最先展露头角的 是出身名门袁家的袁绍与袁束 二人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矛盾日趋激化 诸侯也各自选择了支持对象 划分为两大阵营 但是 即使处于相同阵营 人们也有着各自的心思 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 诸侯们即将展开心动 好了 保重大阵营 冲锋营 雨 冲锋营 冲锋营 1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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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另一方面 与元少大人敌对的元术与 寡不敌众的道理我也深知 但是 目前正是大好事 您的理想 拨乱反正 在天下推行新的礼法 新的礼法 能够绝对的 空战徐州 只不过陶谦此人生性极小甚微 主公一旦行动 他必 如此一来 答案就很简单了 届时侧面守卫薄弱 嗯 那就根据这番设想制定战术吧 遵命 首先 我们可以出兵镇压青州兵 青州兵 就是在青州活动的黄金军 陶谦一定会把曹操大人的动向 和复仇联系在一起 正如满宠大人 若能在此诛杀陶谦 自是最好的结果 就算失守 也能阻断陶谦的退路 如此一来 就可以派别动队 嗯 有趣 那就采用这条策 今后 我走的这条路上 必将燃满鲜血 但是这都 出发吧 首先要诛杀他 嗯 曹操只顾外敌 属于防范内部 既然如此 现在 现在正是 我要诛杀陶谦 将徐州收入 当中 请诸位 各展奇才 为何 为何 MP3 此地的黄金军 余部之中高手云集 它 就是次第 真的 不好意思啊 这里是我们的地盘 绝不能纵容你们肆意妄为 实在抱歉 今后我愿成为您的手下 就是现在吧 你们做什么 难道是想和我们干一家 就是现在吧 还挺厉害的嘛 嗯 我倒是可以认同你的水平 是时候了吧 黄金残党只剩下最后一人 希望 他也能回送来 何止是武器 你的腿脚功夫也如此厉害 请原谅我的势力举动 没想到能遇到你这么厉害的人 我们决定了 我们要随你一起走 好了 期待今晚的宴会吧 你不把你损练 太出色了国家 你的挚勇 简直是上天的恩赐啊 你的挚勇 太出色了国家 你的挚勇 简直是上天的恩赐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K 独播剧场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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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带您的再次光临 您要用马吗 期待您的再次光临 欢迎光临 这可不好办了 您好 欢迎光临 这次光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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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